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129几年到130几年 大概这样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离宋朝灭亡有多远呢 20多年 30年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推测 就是大德南海志中间所讲的 这个 小西洋 这个词也并不是 元代才产生的 可能用的 就是宋代的旧名字 这是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更有意思 元朝有一个文人 那么叫刘敏忠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中安先生文集 我们简称叫做中安集 那么中安集中间 有一个 有一篇文章 他专门提到 说 这个 海外有一个国家叫做 叫做西洋国 不但有西洋 还有个西洋国 那么讲了西洋国中间的很多事情 我后面会提到 那么这个西洋国呢 经过我们学者的考定 他指的是印度南部的一个国家 叫马巴尔 七马的马 数字七八的八 儿子的尔 马巴尔是什么地方呢 印度次大陆 尖端的南部 这个南部 就是印度次大陆 南部的东海岸 他面对的孟加拉湾 他最向南 就是西洋国 这个地方就叫马巴尔 马巴尔是 并不是印度自己的名字 这个名字在古代的印度文献中间 我们的佛教求法高僧 从来没有提到过 这是一个阿拉伯的地 叫马巴尔 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是杜可 杜可这个词的复苏 那么实际上指的是 印度南部 到斯里兰卡 往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杜可 但是在元代的文献中间 经常把它叫做 马巴尔 那么另外呢 通过 我们这个 刘敏忠的地带 我们知道 它又叫西洋 所以西洋 用我们传统的方法 进行研究呢 很困惑 郑和下西洋 到底下了什么地方 一会儿又有一个小西洋 一会儿又有一个 西洋又有一个国 再进一步 我们再看 到了元代以后 元以前 这个 中国的 宋默 中国的海外地理书 比方说朱藩志中间 已经提到 阿拉伯人 有 东大洋海 东大洋海 西大洋海 讲错了 我们中国人 东大洋海 那么东大洋海 就是今天的 南洋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东部这个地区 到了元代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 大德南海制 它就 给了我们好几个 这个 跟东洋和西洋 有关的地理概念 第一个概念 就是小东洋 不但有 这个 小西洋 还有小东洋 小东洋分成两 小东洋 小东洋 第一个 小东洋是谁来管着的呢 是由佛尼国 佛尼我们讲的就是文兰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两个大东洋 那么第一个大东洋 小东洋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指的就是南面到婆罗洲 那么东面到今天的 这个菲律宾列岛 吕宋列岛 大概指的是这样一块 这就是小东洋 那么大东洋呢 两个 一个指的是 这个爪哇岛 和它的 周边地区 第二个呢 是都在婆罗洲的南面 第二个大东洋呢 是爪哇岛 以东的 苏拉维西岛 地文 扑鼠地文 这块地方 那么这一点提示我们 那么这个 为什么要一个 两个东洋 一个 一个大东洋 一个小东洋 那么很可能 婆罗洲 就是这个加里曼丹岛 从西面 也可以到它的南面去 从东面 也可以到它的南面去 那么从到西面 去的 这就是第一个大东洋 西面过去 绕过的加里曼丹岛 就是爪哇岛 就是褶婆 因此 这是一个 一块大东洋 从东面 经过 今天的 婆罗洲 加里曼丹岛 和 菲律宾所守的 巴拉旺群岛 我们的南沙 靠在这很近 黄烟岛 我们今年和菲律宾 发生 争分的 南沙周到 离这很近 那么从这 穿过巴拉旺 海峡 也可以进入 这个加里曼丹岛 岛的南部 那么沿途这边 就叫做 第二个大东洋 这样 给了我们 一个 这个 概念 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到的 中国的南海 我们中国人 命名海外地名的时候 我前面提到 有两套办法 第一套办法 就是把外国 所有的地名搬过来 比如说 红海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海 红不红 你叫红海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叫红海 那么地中海也是 我们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包在地中间 你西洋人 把它叫做 Mediterranean sea Med 就是mid 中间 Terror 就是土地 那么就是 这个 在土地中间的 那个海 这种方法 是传统 各国家都这样用 传统的 对自己所不了解的 海域的一个命名法 第二个呢 就是一些民族 科学技术比较发达 海外地理学比较发达 他准确的知道 某一个海在什么地方 他在没有听到 别人 把这个海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他自己去过 他就起一个名字 把这个海起一个名字 而不管你当地人 把它叫什么 那么这种命名法呢 是以 自己的国家为中心 以自己的文化 和知识体系为中心 对海外的地名 进行命名 那所谓东洋和西洋 就属于后者 就是以中国自己的文化构架 和知识体系为中心 而起的名字 我们并不知道 当地的老百姓 怎么叫这个 大东洋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根据 我们的看法 那么这个看法 所以我们要回到 我们中国人 这个从中国海岸 我们的船出来以后 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前面讲到 整个亚洲大陆的东面 这个海岸线 大体上虽然是曲折的 但是从北向南 大体上是一个直 南北向的 是吧 虽然有一些海湾 有渤海 有山东半岛 但是大体上 是一个南北向的 那么在我们东亚大陆的 海岸的不远 几百公里的地方 有一连串的岛屿 这个岛屿包括 枯叶岛 从北向南 包括千岛 今天千岛的南面 就是日本人的北方四岛 天天挂在嘴上的 北海道 九州 四国 本州 然后下来 到了我们的东海 和我们上海 相对的 就是琉球 是不是 那么琉球在向南 跟福建相对的 就是台湾 那么在向南 和越南大陆相对的 和海南岛相对的 那就是水里滨 吕宋列岛 和越南南方相对的 那就是巴勒旺群岛 那么然后 这个海峡 这个南北向的 到前面倒投了 一个婆罗洲 等着前面 北面可以是个 朝鲜半岛 或者说是 这个枯叶岛 那这给我讲错了 勘察家半岛 整个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成型的 这样一个海域 那么这个海域呢 在进入南海之前 台湾以南 广州以南 叫南海 南海前 这个海域 还是比较深的 比较宽阔的 但是到了南海 这个地方以后 我们前面讲 涨海的讲过 非常的危险 为什么呢 气温比较高 适合于 珊瑚虫生长 所以南海的海底 长了很多珊瑚礁 千百万年来 珊瑚虫死了 又长 死了又长 有的长出了水面 变成了礁石 所以南海中间 一块一块 我们今天叫做 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中沙群岛 其中的中沙群岛 和东沙群岛 在台湾人的 在台湾控制之下 西沙全部 在我们的 中沙群岛 南沙今天 菲律宾也强 越南也强 我们大概 控制六个岛羽 那么这些岛羽 自古 所有的航海家 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呢 不管中国的 还是外国的航海家 当他们从北向南 航行的时候 他们都要避开 这个岸角 怎么避开呢 就要靠着大陆 靠着岸边走 好了 当我们这一点 清除了以后 那么现在 我们来设想一下 就是当 中国古代的航海家 出海以后 到海外去 他们怎么走呢 除了到日本 到琉球 如果他们要到东南亚 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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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印度洋 要到非洲 通常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从福建 从广东 直接向东走 向东走 首先到台湾 或者 从广州 走到马尼拉 旅宋这个地方 就走到了 西太平洋 岛湖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这一段 是没有任何 珊瑚礁的 因为东海 没有珊瑚礁 那么然后呢 前面到了南海 就有珊瑚礁了 他们就要贴着 西太平洋的岛湖 一个一个岛的 沿着一个个岛 向前航行 那么沿着向前航行 这是第一个方法 这样他沿途会 看到很多国家 是不是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他从福建 从广州 开航以后 他不穿过 这个洞海 他怎么样呢 他沿着大陆走 沿着大陆走 碰到了海南岛 兜个圈子 那么然后碰到了越南 沿着越南再往前走 他越南基础 他才这样子 这样呢 这两个方法的目的 都是为了避开 南海中间的 珊瑚礁 那么如果我们 这一点清楚了 我们会突然发现 就这两种航行的办法 这两种航行的方法 和东洋和西洋 这个概念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一个航海家 从福建 广东的沿海 直接穿过东海 到达了台湾 到达了琉球 到达了菲律宾 然后再向南航行 他所经过的 所有的地方 都叫东洋 那么当一个航海家 他不离开大陆 也就是他 没有直接穿过东海 他就连着 东亚大陆的海 直接向南航行 他所走的地方 就叫西洋 也就是我在航海的时候 我这个船向南 我的右边是大陆 我右边是陆地 这是我所走的地方 都叫西洋 因为我先穿过了东海 我沿着菲律宾列岛 往南走 这是我的左手 我的东面 是陆地 是一个一个的岛屿 而我的西面 是一片大海 是整个南海 和南海的三胡椒 那么这就是一个关键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我们就不必 杀费苦心的 这个 中国历代的文书中间 描写的 东洋 或大或小 大东洋 小东洋 大西洋 小西洋 搞也搞不清楚 你去查一查 如果你去查一查 讨论 这个历代 正和下西洋的文章中间 关于东洋西洋 有多少种说法 那么都是 用传统的历史学 挤则而鱼 找到了所有的 这个 记载的 提到西洋 这两个字的 文献 把它上下文 然后包括 投论 这个地理范围 那么如果我们 在前人这个基础上 把地理的命名 和怎么样 这个名称 怎么得来的 把它联系起来 做个摄像 我会发现 东洋和西洋的地名 是来自于 中国古代 东南沿海地区 出洋 两种不同的航线 那么 所以呢 如果我们硬要讲 地理的分界 东洋西洋地理分界 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大致这样讲 以南海为界 南海的西面 大体上就是西洋 南海的东面 就是东洋 而南海的南面 就是加里曼南岛 婆罗洲 文来就在婆罗洲上 所以文献上才会说 文来是东洋的尽头 是西洋的开始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当然 当你沿着 菲律宾列岛向下 到了文来 你可能觉得自己 还没有走完 你要继续走 那么你穿过了 巴拉万海峡 要从东面 绕过加里曼丹岛 这就是我们讲的 大东南海之中间的 大东洋的一块地方 那么 如果你要穿过 这个加里曼丹岛的西面 走过那些地方 那就是 爪哇国所管的 大东洋的一块地方 为什么 一个叫大东洋 一个叫小东洋 必须菲律宾周围 这个地方比较少 到加里曼丹岛以后 那个印尼 那多少千岛之国 多少军岛 当然叫个大东洋 这叫小东洋 就是越过了加里曼丹岛 到南面 还有一个更大的海洋 还有一个更大的海洋世界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到了北宋的时候 我们讲的 普首跟普世的祖先 曾经到过 詹城 在詹城 做西洋的转运使 詹城 就在越南南方 所以它是 我们现在讲 它就在 从福建 广东沿海航行 沿着 这个东亚的大陆 越南就在东亚的大陆上 所以詹城这个地方 被称之为 西洋转运使 那么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么这样一个概念 被 这个 后来的航海家 世世代代 所继承 而正和 航行恰恰是 沿着南海 的西面 越南 到印度 到天方 阿拉伯 到非洲的东部 那么 正和沿途 所走的地方 都是沿着 南海以西的航线走 所以 我们把它叫做 正和 下西洋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 到了 这个 后来 这个 西方传教士 到了中国以后 我们前面讲到 西方传教士 套用了 中国一个 固有的概念 西洋 他把 这个亚洲 称之为是 东方的海洋 他们欧洲 那个海洋 称之为 西洋 其实 Atlantic 这个海洋 并没有西 西的意思 这是我们 套用的一个概念 把它叫做 西洋 那么这个 套用的概念 由在明朝 一直用 所以 葡萄牙人 过来以后 葡萄牙人 一开始说什么 说他们是 大西洋国的人 大西洋国的人 那么既然有那个 大西洋 澳门的顶头上司 在印度的 古娃 这个 扑萄殖民地 那么这个 古娃 在 明清两代的文献中间 就把它叫做 小西洋 这也是 这个 后来 套用的概念 一直到当代 我们 这个日本人 更用的是 我们后来的概念 你到日本大学里去 学亚洲史的 叫做东洋史 学欧洲历史的 叫做西洋史 那么都是从这儿来的 按 按 就好了